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超200亿人民币 整个马来西亚几乎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朱立倩是不折不扣的千亿大小姐 朱立倩在中学时期就已经出落的婷婷玉丽 美丽动人 而且在马来西亚华人圈中最流行的时尚杂志《新潮》中写过 只要马来有选美赛事 朱家姐妹必然参加 朱立倩17岁与姐姐朱立珍一同参加选美比赛 姐姐拿下了名字 朱立倩却名落孙身 于是18岁时她再次参加比赛 以5369票的好成绩成为新潮杂志的七月封面小姐 并在次年夺得新潮小姐季军兼青春小姐的称号 也就有了本段开头对她的采访内容 为何朱立倩会在采访中讲 要找像刘德华一样的男朋友呢 这还要从1983年刘德华出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说起 1983年远在马来西亚的朱立倩 在电视中忽然看到了一部新电视剧《神雕侠侣》 刘德华饰演的杨过心眉见怒 英俊潇洒 一下就吸引了朱立倩的注意 17岁的朱立倩正是《少女怀春》的时候 看完整部剧之后 她彻底喜欢上了刘德华 恨不得自己成为剧中的小龙女 和杨过大侠一起双宿双飞成为神仙眷侣 朱立倩当时只是刘德华万千粉丝中的一位 她又该怎么接触到已经成名的刘德华呢 可是越老早就给这对看似不可能的 粉丝与偶像的传奇之恋牵好了红线 2.命中注定的相遇 朱立倩在选美获奖之后 她的高中学业也迎来了结束 但她没有选择继续上学 而是成为了一名职业模特 而刘德华虽然凭借着神雕侠侣 法外情等作品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但是在野蛮发展的香港影视圈中 也只是一个青涩的小明星 1986年 命运给刘德华与朱立倩的《相遇》写好了剧本 事业渐起 桃花结印 红卵心动 事业渐起是因为在这一年 刘德华开始与导演王兴的首次合作 从此事业亦飞冲天 影视与音乐双向发展 受邀前往亚洲各国演出 给她和朱立倩的遇见 和日后成为天王打下了基础 桃花结印 则是指的是刘德华和玉可欣 在朱立倩刚成为刘德华粉丝的1983年 刘德华与玉可欣一见钟情 一个是郑当红的女模特 一个是星光初战的当红小生 都是年少轻狂的年纪 玉可欣和刘德华的爱伙一发不可收拾 更任时13天就以老公老婆互称 甚至有传闻两人还手写货 结婚证明之类的信物 可见两人感情的炙热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刘德华与玉可欣在86年分了手 殷勤所伤的刘德华 也有了遇见一生之爱的机会 但是这场桃花结还不仅如此 一颗隐藏的雷将在多年之后 影响到刘德华 朱立倩和玉可欣的生活 红楼心动自然指的就是 朱立倩和刘德华的相遇了 那一年刘德华受邀 与香港明星足球队一同前往马来首都吉隆坡 在朋友的介绍之下 她遇到了当时在马来华人圈十分出名的清朝小姐朱立倩 朱立倩原以为只是朋友之间的小聚 于是穿着最朴素的休闲服饰 宿命朝天的就去赴了约 谁知她刚进门就遇到了自己扬言的梦想男友刘德华 朱立倩的强装镇定和手足无措 给了刘德华不一样的感觉 刘德华当晚的确是没有对朱立倩一见钟情 甚至只是觉得这个小姑娘有些特别而已 没有产生多大的兴趣 两人只是聊了一会儿天 互留了通讯方式 便草草分开了 但是刘德华自认的没兴趣 只是她的自认为 在分别过后 刘德华开始不由自主地约朱立倩出来玩 与朱家姐妹和朋友一起唱歌 跳舞 看电影 朱立倩毫不掩饰她对刘德华的好感 刘德华自自以为掩饰得很好 但是朋友都认为她的演技很差 据说那时的朱立倩拒绝了各种邀约通告 每天就守着电话等待刘德华的邀请 刘德华也是后来才知道 为什么每次打电话过去 那头的女孩都表示自己有空 或许这就是爱情吧 但是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 事业一路高走的刘德华 无法长时间待在外国 她倒回香港拍戏演出 朱立倩作为最成功的追星少女 会因为距离就放手吗 当然不会 她放下自己的豪门千金 学美小姐的身份 决定去人生地不熟的香港闯上一闯 1988年 朱立倩与妹妹朱立华来到香港 跟随美容教母 正明明学习美容知识 课程只有短短半年 但是朱立倩从此开始 她苦苦等待 默默陪伴的几十年 三 不存在的女友 与刘德华这种天王级别的明星相爱 朱立倩注定无法像普通女生一样 切意自由 在娱乐圈还未如此开明的年代 一次约会 一场电影 足以影响到刘德华的前途与发展 朱立倩因为爱她置身 所以愿意隐藏置身 她愿意隐身成为不存在的人 做刘德华的幽灵女友 虽然在朱立倩到达香港之后 两人之间的关系早已经确定 可是面对外界的压力 刘德华始终不敢公开 就算有狗仔对大肆报道 刘德华也死不承认 自己与朱立倩交往的事实 因此她曾一度被骂虚伪 刘德华也曾在朱立倩面前 失声痛哭 表示她没有办法很快公开两人的关系 朱立倩安慰她 她什么都明白 但是也希望能够公开的那天早日到来 为了不给刘德华添麻烦 朱立倩刚到香港时 每次与刘德华见面 都只能借助在她的朋友家 潘红斌是刘德华在TVB训练班时 就认识的好友 每次朱立倩来 潘红斌都会热情地招待她 为了两人的秘密会面 潘红斌经常忙前跑后 有时还得放烟雾弹来迷惑狗仔队